好,各位同学,大家 好大声啊,帮我关小声一点,好不好 好,各位同学,大家玩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选择与决策 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就来进行一个选择与决策 就是呢,请大家呢,用这个slido呢 从1到100当中呢,认选一个数字 只能输入数字,不能输入其他的中文 那我们可以呢,用这个slido呢 立刻来看一下,到底他会出现什么 好,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各位同学的选择 当选择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就发现 现在目前呢,出现的数字最多的 可能是你心中想的那个数字,或者不是 那从这个数字的大小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并没有大家都选非常相似的数字 那在以往呢,87是一个蛮常出现的数字 但是因为这几年不流行87了 所以呢,87就不是今天最多的数字 反而是69,蛮有趣的 那这个呢,大概大家知道说 其实选择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 如果今天的选择真的很多的话 好,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 所以主题呢,叫做选择与决策 所以第一个要问大家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选择多真的等于选择比较好吗 真的会比较,感觉会比较好吗 那我们刚刚前面做那个测试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当我给你一个选择是从一到一百的时候呢 其实你真的要去选一个你心中想要的数字 还真的需要稍微想一下 除非你是本来就已经想好你心中的这个幸运数字 所以当我们的选择变多的时候呢 是不是真的比较好这件事情呢 是我们一开始要讨论的 事实上呢,在过去有许多的心理学家 特别是这个Kahneman跟Toforsky呢 他们在早期1970年代研究呢 就发现说得到跟失去之间呢 是一个不对称的曲线 就是我们在这张图上面的左边 当我们对于失去的反应呢 要比对于得到呢 要强烈非常的多 那我们再看中间这张图 这张图呢是选择增加之后呢 我们的正面情绪跟负面情绪 上礼拜我们才在讲情绪嘛 就是说如果你都没有选择的话呢 就是完全是负面情绪 在这个Y轴的下方 但是呢,当你有开始选择增加 就是这个AXO 就是选择的次数的种类啊 数量增加的时候呢 你的好的感觉呢 会逐渐的增加 但是很快呢 就Pratol就是到达一个平衡点 但是呢,当你的这个增加 数量的选择增加的时候呢 你的不好的感觉 也就是这条红色的线呢 会快速的往下降 那如果你把红色的线 跟蓝色的线呢 一相减的话呢 就会得到紫色的那条线 就是右边这张图 紫色的那条线呢 就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完全没有选择的时候呢 是完全的负面情绪 当我们选择比较多一点点的时候呢 开始出现这些情绪 但是呢 当我们选择太多的时候呢 反而就会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情绪 所以呢 选择多不见得 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相信很多同学都看过这本书叫做 Thinking Fast and Slow 就是快事卖想 这是Daniel Kahneman呢 他的一本非常重要的研究著作 那这本著作呢 也有翻译的这个中文的翻译书 那他们是在 他们两位都是以色列籍的这个心理学家 他们在2002年的时候呢 Kahneman呢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Trofarsky人员获失了 所以没办法获奖 那他们在70年代的研究呢 就找到了一些所谓的Behaviour Economy 就是在经济学里面呢 有分成古典经济学派跟行为经济学派 那他们发现了我们人类很多经济行为呢 其实呢 并不是完全的理性的 那有很多的一些很有趣的部分 所以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发现之一呢 就是他们发现 刚才讲的损失跟获得是一个不对称的曲线 举一个例子来讲呢 拥有一百万美元 但是呢 后来呢 因为经营的关系呢 损失了八百万美元 跟一开始呢 什么都没有 但最后得到两百万美元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的话呢 你的禁止就是Net gain呢 都是两百万美元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这是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心情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两件事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就发觉说呢 人类呢 其实对于得到跟得到失去呢 这两件事情呢 并不是一样 比如说你得 如果你失去一百块钱的话呢 我至少要给你两百块钱 大概两倍的这个比例呢 你才会觉得你有收到补偿 并不是你失去一百 我给你一百 就够了 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都是这个 Daniel Kalman 他在得到这个诺贝尔奖之后呢 他接受了一些访问的一个精彩的片段 那我们先看一下呢 他自己针对他这个所谓的 Thinking Fast and Slow呢 他所提出来的一些想法 那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呢 他的Fast and Slow呢 就是他在待会影片中当中讲的System One 跟System Two 就是系统一跟系统二 系统一呢 就是直觉反应 系统二呢 就是声嘶手绿后的反应 我们来看这个影片 对 只要你 这期十説 слова 所以,特朗普,是互联盟的 特朗普,有很多人在此? 是的 法案的最好是 像是在途中的 而是在途中的 在途中的途中, 是途中的途中 就是途中的途中 然后,为什么不途中 人们有途中的途中 是要途中的途中 是途中的途中的途中 就是途中途中的途中 你都不想說,你不想說,什麼時候你也會說,你不想說,我都不想說, 所有的事情都沒有那麼大,你不是想說,你不用想說, 因為你不想說,你不想說,你不要說,你不想說,你只是說不想說, 你不想說,你不想說,你不是說不想說,你不想說,你不想說, 都可以做出任何按照 功能 就能做出任何策略你會做出任何策略 你能做出任何策略你不可以做出任何策略 我可以做出任何策略 你可以做出任何策略 我可以做出任何策略你取出所有系列 you don't have to worry to put our next foot on what works in the next some of the work, and its important work, is done by System 2, when you slow down Do decision makers sometimes think there are a system doing the action in System 1? I think mostly I think most of us feel that we have reason for what we are doing but in fact we know what we are doing very often and then when we ask why do you do this we have reasons but the reasons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quality of life it doesn't lead to mental errors it really depends whether you are very skilled and whether the world provides support for your skills so you know if you are a chess player and you make very quick decisions about the next team you do a massive chess player but the world is not going to chess players and in the world the wealth of equipment is not necessarily successful so it's much accommodatin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ves and outcomes and there sometimes sometimes System 2, slow yourself down and the labels that you see things are persistable and present you often talk about and one of the things is giving your research site the purpose is that people often make mistakes behind businesses and even if they know that there is a problem even if they are aware of the mental strong practice or short circuit you might say yeah but you know this isn't familiar to everybody so you know they are also misillusioned and they have a few lines and it looks longer than the other and they value and they don't have control angles and and the problem is you know this is what we call cognitive reasons the reasons you're thinking and it's never quite a scarecat that you know you really believe that you're wrong you know you really believe that you're wrong but with the cognitive reasons it continues to feel light so you have an area somebody tell you it's in there so then there is self tell you it's in there and it still feels light and you know there are people who instill a lot of confidence and you know you shouldn't believe them because you need war against them but you feel war for them and and you feel that what you must have been told what you have been told must be a mistake because you know that person is that's the correct thing and some people are trusted and burning and there was something very compelling in him and and the feeling that that he visited was stronger than the real ones system one the intuitive past functioning system was most of their time operates in a state that you call cognitive needs system two requires something you call cognitive strength when you click in the easy path of system one what kinds of mistakes are you coming from in the first place you are willing to act more impulsively you are willing to act pretty so if your impulses are not wrong you are not a chess player in that you are living in a world where the first impulses are not necessarily wrong you may make mistakes with but by the way not all mistakes are avoidable but there are some mistakes that if you brought system two you could avoid you could avoid so when you are in a in a sort of free-flow mode like cognitive ease and system one running yourself and you are going to be more impulsive you are going to be more emotional you are going to be more optimistic and you are going generally to follow your first impressions and the first intuitions and isn't that good and haven't you read that that is right in the center of the time no it's not right in the pressure is not if the pressure is a master is right in the center of the time there was all situations that allow for skill but when we're dealing with situations whether to invest the verse or that in whether to 然后是 就是 一般的 分析 重新 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 Daniel Cairman 他自己讲 关于他的这本书 还有里面的一些概念 就所谓的System One 跟System Two 我们待会 就会从他这几个概念去触发 看看生活当中的例子 到底什么时候 要用System One 什么时候System Two 这中间会出现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我们先做一个 今天的第二个课导民调 这个民调是要问大家说 做困难决定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就是你心中想 如果你现在要做一个困难决定 比如说你现在大师的学生 要选择要去哪一间实验室 要念哪一所学校研究所 或是你现在下学校 要去哪一门课 你要去哪里念书等等 这么重要的事情的话 你要思考少一点 还是分析多一点 还是收集更多的资讯 还是像郭台名一样 可以听马祖 给他一点知识 他就知道怎么做下一个决定 这些都是男人会去思考的问题 我们在最后 像这堂课的最后 会跟大家讲说 什么样的时候做困难决定 要用什么方式会比较好 请大家做一下这个民调 那首先我们来先讲 这个选择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知道 选择有两种极端 一种叫做Maximizer 叫做极大化者 一种就是Satisfizer 就是满足化者 那我们是可以其实 用一个量表来评分 比如说在我们这右边 有1到13题 比如说第一题 就是每当我面对某个选择的时候 我会试想所有的可能性是什么 其实有些可能性当时并不存在 如果你都是完全同意的话 就是7分 如果你完全不同意的话 就是1分 所以你的分数越高的话 如果你超过5.5分以上 那你就是极端的极大化者 那如果你是低于2.5分的 你就是极端的这个所谓的满足化者 比如说我们看第五题 我看待伴侣的关系 像是穿衣服 在找到最佳选择前 我想要多换几件 如果你是有这种观念的话 你就是一个追求完美主义者 所以你就是一个极大化者 那如果你觉得不需要的话 你就是一个满足化者 所以这个可以从一些简单的问卷 可以知道我们对于件事情的选择 到底是要选到最好 还是选到刚好就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念 但是我们来想想看 到底在这件事情当中 有什么成本 首先就是所谓的选择多 不见得选择好 一个例子就是 当你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 如果你有两个选择 你做了一个选择 你就失去了另外一个 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机会 这个叫做机会成本 那他这个举的例子 比如说你要去度假 你有在这个CAPCAR 就是雪鱼角的一个度假 或是在加州 有个地方叫拉帕菲里 这两个地方都是很棒的一个度假圣地 那如果你选择雪鱼角的话 那就不能去拉帕菲里 那如果你去拉帕菲里 你就不能去雪鱼角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选择更多 不是只有这两个地方 还有更多世界上好玩的地方 那你就会增加你的这个机会成本 所以你的失落感就越来越多 那这个也可以在实验室做一些例子 比如说这边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去做问卷 问卷完之后 我可以说你可以得到1.5美元的这个问卷的奖金 但是我突然跟你讲说 除了1.5美元之后 我也还可以给你一支很漂亮的金属笔 那支笔的价值2美元 那当然是比较好 所以很多人就75%就会选择 他要选择拿这个笔 不要拿1.5美元的这个奖金 可是如果我现在给你第三种选择 就是说你可以拿一个叫什么 比较便宜的这个粘头笔 那是原子笔 那这个是两支 可是它两支架起来的价格也是2美元 那这时候就变得有两支单头笔 一支金属笔跟1.5美元的现金 你会怎么选择 那大部分人就开始不选笔 那即使选笔的不管是哪一种 也不会超过50% 换句话说 当你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在选择之间就会出现很多矛盾 所以你为了不想要失去这些 你最后可能在选择上就会非常的痛苦 这是第一个原因会造成选择多 会不会等同于快乐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后悔 为什么会后悔呢 因为当我们选择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很怕选错了 那选错怎么办呢 选错就是后悔嘛 那所以如果你一直担心会后悔的话 那你就变成我们刚刚讲这个 maximizer 极大化者 就是你一定要选到最好才不会后悔 所以后悔就加重了成本 举一个例子 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类似的例子 就是你曾经买了一双很贵的鞋子 但是你发现穿上去之后 走不了十分钟就觉得很难走 但是你又不想要丢掉 也不想送给别人 因为这时候你已经花了 这叫做sum cost 在经济学上就是沉默成本 因为你花了钱 那如果你送给别人的话 就承认是错误的选择 所以你不想做这件事情 所以即使你自己这套鞋子不能穿 你也会放在鞋柜里面 直到有一天它坏掉 你把它拿去丢掉 所以你不会承认你的购买是错误的 沉默成本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知道很多的球赛有计票 很多的剧院有所谓的season ticket 如果你是花原价买的时候 你一定会满满常去的 因为你花了好几万块 你当然觉得说如果不去就很可惜了 可是如果你是买个五折的票 就是说只花了可能五千块 或者是六千块买这张票 那就觉得说我才发一半的钱 我少去几次也没关系 反正我本来就省到钱了 所以你买原价的人 因为你的成本比较高 所以你就比较容易会愿意付出 为了你要去满足你当初花的成本 你去看球赛或是看戏剧的比例 就会大大的提高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影响遗憾有两个因素 就跟他讲说你选错遗憾 第一个是当事人就是自己认为 对这件事情要负多大的责任 第二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更快的 或更好的 能够更容易的找到提债方案 如果这两件事情都是存在的话 我们就会对选择产生非常大的痛苦 除了刚才讲的沉默成本跟后悔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叫做adaptation 就是适应 我们在讲Sensory Biology的时候 我们讲过说我们的嗅觉会适应 视觉会适应 听觉会适应 对于买东西或是选择东西的感觉也会适应 这边举一个例子说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不错的车子 Lexus这个车 林志的这一半车 你买的之前你当然经过比较 你觉得Lexus比较好 还是Audi比较好 还是比来比去 比完之后 你觉得Lexus比较好 你就买了 但是当你买了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 你开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觉得适应 觉得这个好像Lexus也没这么好 反而是想说当初没买的Audi 可能更好一些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开始出现说 为你没有选择感到遗憾 而为你选择的感到失望 所以这样的结果 其实即使是你当初选Lexus 也不是很差的选择 可是经过了适应之后 你反而会觉得你好像是做错的选择 所以这个适应 就会让这个愉悦的产生这种 很麻木的这种感觉 所以在这边就说过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对自己所做的事情 跟所买的食物 它的评价 其实是根据什么 就是有所谓的 没有绝对的价值 只有相对的价值 所以你的相对 就是你的reference是什么 就是你买了这东西 是跟你过去的经验比较 跟你理想当中的那个atom去比较 还有跟你的预期去做比较 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预期很高的话 那你就很难拿到你预期 所以预期很高 就会失望很高 然后这个当然也会有一些consequence 就是抑郁症 忧郁症或是depression 就是当我们如果发现 我们做了一个选择 而且这个选择 又不是我们真正最后想象的那样子的话 我们会发现不如预期 那我们就会责怪自己 那经过了几次循环之后 你就觉得好像自己永远都是做错的选择 因此这些失落的经验累积久了之后 你当然会产生depression 虽然我们不能够说 忧郁症跟你的选择多 或产生的极大化完美主义者 有直接的相关 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的是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知足的人 你比较不会忧郁 那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的话 你会因为经常的这个失落 而产生这种抑郁的感觉 那所以就是在这篇文章当中 也有跟大家讲说这所谓的交战手指 就是选择何时做选择 比如说你如果去买衣服的话 就是说我逛两家店我就要决定 我不会再逛第三家店 然后学习就是enough is enough 就是不需要寻求这个空泛的最好 就是在这个适当的时间点 选择好的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要提醒你自己比较正面思考 就是如果你真的错过的话 你miss掉的话 你也不要再去想说错过怎么办 或是错过之前多可惜 然后最后就刚刚讲的就是不要期待太高 虽然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一些理想跟目标 人活着还是要为所谓的这个理想跟目标去努力 但是如果你的理想非常高的话 那当然就不容易达到 那你期待高的话 失望就会高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你自己可以去控制你自己所谓的对于选择所产生的后果的一个操控的方式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所谓的big data的时代 那我们刚刚特别就叫大家做这个数字的选择 那如果你今天呢是在接触到这么多资讯的时候呢 会不会因为所谓的big data 也就是Lotum information过多的资讯的时候呢 造成选择太多 反而会让你呢 这个手足无措 那这篇文章的2019年这篇科学文章呢 他就讲说在这个Trapel Hill 就是在北卡的这个Trapel Hill的这个地区呢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常常有很多的飓风 就像台湾的台风一样 所以呢 现在因为有很多的大量的数据 所以有很多的这些气象的预报 但是呢这些所谓的数据呢 并不是等同于有用的 因为很多的数据呢 其实是会混搭在一起 那还有大家必须要了解说 任何的数据来源呢 都是一个测量的过程 那测量本身呢就不可能是完全中立 所以他又引用了这个彼得杜拉克 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关义大师 他说的 他说不能量化的事就不能改进 然后他就说即使是可以量化 你也要小心 因为呢你会落入这个所谓的数字的陷阱 因为每一个人呢 都会根据他的观点提供他所想要呈现的这些数据 不管是锋利的大小 或者是降比的多少 或者范围等等 所以呢 他就觉得说 这个时候呢 其实会进入一个我们今天的重点 就是所谓的选择或者是决定的一个调诡 就是达人嘛 比如说呢 他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去超级市场 要买一个番茄酱 那看到这个货架上 这么多的这些产品 那你到底是要选有什么蜂蜜的呢 还是要有代糖的呢 还是要低眼的 那最后说只要番茄酱就好 那还问说是玻璃瓶装的还是塑胶品 所以我们在一天当中呢 我们寻常很多的事情呢 是需要make decision 但是只要过多的时候呢 未必见得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他这边就解释 就是说呢 因为很多时候呢 会出现所谓的伪扬性跟伪因性 就现在我们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时代呢 我每天接触到这么多的数据 那这个数据里面呢 不管是什么测量 一定会有所谓的这个 false positive 跟false negative 那这些事情呢 确实是对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是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活在一个big data的时代 巨量生产时代呢 我们不应该呢 只是关注data itself本身 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个data是怎么来的 就是怎么测量的 然后怎么解读 资料科学家呢 并不能够告诉我们这些data 我们需要有一些独立的中介者 就是针对对这个事件呢 比较了解的去做出一些判断 所以呢 如果只是资料本身的话呢 太多反汇造成我们在很多判断上的一些困扰